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底下的矿坑 地下水的流速非常慢 它们被保存得很完好 每年的流速大概是一米左右 这些液态水经过研究人员的分析 从里面的气体和元素里面发现水的年龄已经有20亿岁了 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水 研究人员更是认为 这些水的发现也增加了地球生命起源于水的可信度 那么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水 喝起来的味道怎么样 有一位研究人员做出了大胆举动 他试喝了一口地下水 第一反应 这些水的味道绝对让你终身难忘 这水的滋味实在让人恶心至极 这些古老的水喝起来虽然不会让人致死 因为这是在矿坑下发现的水 水里面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但是毕竟已经是上一年的水了 里面已经被细菌浸染了 虽说这水能喝 但是绝对不好喝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